2022年3月时 一位名叫Lonina Sambres的农场主 向大家分享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 据分享者讲述 这是拍摄自他农场里的一幕 在同年的3月19日的晚上10点左右时 洛尼被他饲养的那些马匹 发出的叫声吵醒 于是他立即前去查看 可是当他来到这里时 却发现 围栏内的马儿 却早已挣脱了栅栏的围困 跑到了院子里 而这一幕却让洛尼感到十分的困惑 据称他已经饲养马匹 有近30多年的经验了 但这样的事情 却是他第一次遇到 于是洛尼立即检查了监视录影 可是他却发现 当时这些马儿 似乎就像是受到了惊吓那般 他们仓皇地逃走时 甚至将这里的铁栅栏都撞坏了 而这也让洛尼感到了诧异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栅栏里似乎出现了一个矮小的生物 而且在马儿门冲破栅栏前 他好像就已经躲藏在了这里 据洛尼讲述 这些马儿似乎对这个家伙并不熟悉 因为即使是陌生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些马儿也并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而在通常的情况下 马儿是不容易被惊到的 那么当晚出现在马圈里的这个黑影 又会是什么 2023年7月时 美国麦阿密新闻频道 报道了这样一起 发生在古巴哈瓦那的幽浮目击事件 据当时的目击者讲述 起初这个神秘的物体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燃烧着的火球那般 悬停在这里的上空 并发出耀眼的光芒 但随后这个物体 却突然变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起目击事件发生在2023年7月27日 而随着影片的继续 我们可以看到 更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 这个V字形状的物体上出现了一些 如同电弧一样的红色亮光 而且看上去 它就像是正围绕在这个物体上不停地旋转着那样 而当时的这一报道 也引起了不少观众的纷纷猜测 有人认为 这家伙长时间悬停在这里的上空的目的 一定是为了侦测该地区存在的某些军事基地 所以这种观点认为 那或许是一架间谍飞机 但主持人却认为 这种奇怪形状的飞机是无法悬停在空中的 而更多人则是猜测 这家飞行器或许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我们现有的技术 因为如果想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 它喷出的尾液应该是从上而下 只有这样才可以反向推动这个物体向上飞行 又或是悬停在空中的 所以这种观点认为 这家飞行器一定是利用了反中立技术 这就像是我们在某些目击影片中看到的 如同圆盘状的幽浮那样 虽然这种外形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极不科学的设计 但它们却仍旧可以以一种令我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方式 在高空中飞行 而且据这篇报道中称 古巴的官方似乎也对此次的目击事件非常的感兴趣 它们甚至派遣了一个由军方人员组成的调查组 来侦办这起案件 或许在不久之后 我们便可以看到它们的调查结果 近日我们在一位观众朋友的帮助下 再一次的找到了这样一段可怕的影片 它的内容似乎与我们几周前分享的这段影片有所相同 一位户外探险的华裔博主在某些废弃的建筑内发现了大量的遗骸 或许是由于某些原因 他在向大家介绍在这里发现的那些大体石 拍摄者将它们称之为了ST 接下来我们还是用道具来称呼它们 并将这里面出现的某些不适宜的画面进行处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名探险者到底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根据探险者的讲述 这是他在2020年9月时所拍摄的 但由于某些原因 他并没有向大家介绍 当时他探索的这栋建筑的所在地 此时已经是凌晨的一点左右了 探险者告诉我们 他在这栋建筑内发现了大量的道具 随后他便进入了这里 当探险者进入这栋建筑后 我们可以看到地上散落着许多骸骨 有些几乎是完好的 有些已经只剩下了残缺的部分 随后在他沿着一楼的这条狭窄的走廊继续探索时 他还在这些木箱里发现了更多的这样的东西 此时分享者注意到 这里的走廊里 除了我们看到的那些散落在此的道具之外 地上还有许多类似白色粉笔一样的东西 紧接着 他便进入了一间更为恐怖的房间内 看到了吗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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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吗? 当这名男子在将这只木箱 推入这台设备后时 拍摄者的镜头前 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透明般的物体 而且他看上去 还就像是一名从此经过的路人那样 所以不少观众认为 如果这段影片真的是在某个停放一体的地方拍摄的 那么他好像正在暗示大家 这位名叫Valeria的女士 似乎拍摄到了亡灵的出现 No.7 2023年4月13日 推特用户 SweetSugar分享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 而也就是他的这段影片 却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因为很多观众认为 这名推特用户 可能发现了某种 我们未知的神秘生物 而这个生物看上去 就像是 只有在恐怖片里 才会出现的某些可怕物种那样 还有一些观众 将它称之为 是一条外形如虫 但如果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影片中的这名男子 拿着的 可能并不是一个长有很多头的生物 因为这更像是 他将很多这样的生物 抓在了一只手里 也有观众认为 他抓着的这些 可能是一种名为 虎虾鱼的物种 这位观众所说的 应该是虾虎鱼科的某种鱼类 但它们长得却是这个样子的 经过我们搜索后 发现 这应该是一种名为 红狼牙虾虎的鱼 又或是较红亮鱼 马皮头等 它属于一种近暖暖温性鱼类 也只生活在近海的泥沙 又或是浅海中 而且它主要分布在 亚洲各地的沿海地区 虽然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 肯定是有还未发现的新物种 但这个生物 却在很久前 就已经被搬上了我们的餐桌 No.6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来自伊朗知名的视讯网站Apparat 它是有一位名叫Arian Eye的用户所分享的 画面中显示的是在一场混合双达网球赛事中拍摄的影片 可是它的分享者却并没有具体介绍这场赛事的时间跟它的举办地点 虽然如此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段简短的影片中发现一些问题 在这段影片的开始时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并无异常 两组球员正在奋力地展开攻势 但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 却可能会让你感到难以置信 看起来在这场比赛中 似乎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也参与了进来 可是无论是赛场上的这些球员们 还是附近的那些观众们 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又或者说 就像是没有人能看到这个跑过球场的黑影 而这个黑影就像是被网球击中了那般 消失在了球场的中间位置 对此一些观众认为 它是一段被修改过的影片 因为这个人影看起来有些像是被添加上去的 可是经过我们搜索后 却发现当地一家 名为伊朗国际的电视台 也对于这段奇怪的影片进行过报道 据这家媒体推断这一幕 可能是由于灯光所造成的 而这个人影也很可能就是一名 从这台相机下方跑过的球员的影子 但通过影片中 其他人物的人影对比后 有些观众发现这里的照明设备 应该是在球场的正上方 那么这就意味着 所有在球场内的人员 他们的影子都应该是一样的 而且在这个黑鹰走入球场时 它的附近也并没有人在移动 那么刚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相信天使的存在吗 根据一篇来自2012年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都相信天使的存在 但如果你是一名怀疑者 那么在你看过接下来的这段故事之后 或许会改变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008年时 NBC新闻频道报道了这样一起 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 梅克伦堡县的离奇木吉事件 当时一位身患疾病 躺在医院里的15岁少女 切尔西班顿 即将就要永远的离开她的亲人 因为在经过这里的医护人员 连续几天的努力之后 他们似乎也无法 从死神的手中将她救回 可是就在科尔西的生命维持装置 被移除后的一小时左右 奇迹却再一次的发生了 当时监控室内的工作人员 在监视器的荧幕中 发现医院的一条走廊上 出现了这样奇怪的荧幕 此时一个发着强光的白色人影 正站在一处病房的门口位置 起初他们以为 那是否是某些设备出现了故障 引发的大火 于是他们立即前去检查 但当安保员来到这里时 他们却并没有看到监控器里 显示的这个白色的发光物体 而且在检查过后 这里也并无异常 这个白色的人影出现的地方 正是Chelsea的加护病房 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Chelsea 却奇迹般地出现了呼吸 而在随后的日子里 Chelsea在医生的帮助下 也开始渐渐地康复了起来 对于这次离奇的遭遇 很多媒体也都纷纷进行了报道 甚至这一事件 还引起了不少知名医生的关注 但当他们在研究过 Chelsea的病例档案后 无疑例外地都感到了不可思议 据哈佛医学院 内科主任Joseph Los Casso讲述 当时他在看到这些报道时 他也感到了匪夷所思 先不考虑这个发光的人影是什么 但就Chelsea的病况而言 他能死而复生 这在医学上来说 这就真的算得上是奇迹了 因为Chelsea是一名早产儿 他在出生时 他的一些内脏器官 还并没有发育完成 甚至是出现了不可修复的永久性损伤 而这也就是接下来的这十几年里 导致他经常会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 平日里 Joseph大多数的时间 他都会待在家里 甚至是他的行走又或是呼吸 都需要依靠一些专业设备的帮助 才能完成 2008年时 Joseph也是因为意外地感染了肺炎 才住进了医院 而且此时 他的病情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那是因为随着身体的不断生长 那些功能不全的器官 已经很难再支撑下去了 最终医生也只能选择了放弃 但Joseph却在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的帮助下 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 顽强地苏醒了过来 这实在也令很多专业的医学界人士 感到了难以置信 而Joseph的母亲 却感慨地向记者讲述 在她出生时 他们一家人 就开始默默地为这个孩子祈祷 希望她能得到神灵的庇护 Joseph是出生在1993年 12月25日这天的圣诞节 而她的每一个生日 对于亲人们来说 都是非常特别的 但今年 Joseph却有了一个天使朋友的陪伴 Joseph在出院后 她也顺利地进入了梅克伦堡县 一所名为巴特勒的高中就读 她最终 在2015年11月28日这天去世 虽然这并不是有史以来发现的 唯一一名身患绝症 而又奇迹般的康复的案例 但这名年轻女孩的故事 却深深触动到了大家 或许是危难之时 一位天使来到了Joseph的身边 将她从黑暗中唤醒 也可能是坚强的意志力 让她艰难地存活了下来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 她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但她的一生却充满了奇迹于希望 2023年5月时 一位名叫Jesse的TikTok用户 向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件 不久前自己儿子的离奇遭遇 在同年的5月19日深夜的11时左右 睡梦中的Jesse被一阵孩子的哭喊声吵醒 可是当她抬头望向床边摆放的 婴儿监护器时 她却被接下来所看到的 这一幕吓坏了 在这段监控影片的开始时 我们可以看到 Jesse的儿子正凑着身体 躺在婴儿床上 此时她已经发出了 震震的哭泣声 但紧接着 这个孩子却像是被人将他 从婴儿床的中间位置拖到了一旁那样 可是我们却看不到床边有任何人 随后孩子的哭泣声也变得更大了 据Jesse讲述 当晚就只有她跟孩子在家中 所以当她在看到这一幕时 Jesse也感到了十分的不安 因为她不清楚 是什么导致自己的儿子 出现这样诡异的移动的 紧接着 她便来到了婴儿房里 将孩子带离了那里 虽然有不少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认为 当时她的儿子 一定是遭到了鬼魂的袭扰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当晚所发生的这一切 但对于Jesse而言 她还是不愿接受这种恐怖的猜想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是由TikTok用户Find Animals所分享的 她在这段影片的介绍中写道 如果某些人认为 自己见过真正被吓坏的动物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不明来历的影片 或许会刷新她的认知 看过这段影片的不少观众们 也的确对于这只狗狗的举动 感到了困惑不已 大家不清楚 此时的这只狗狗到底遭遇到了什么 从而让她如此的躁动不安 有人注意到 她似乎从画面的右侧发现了些什么 因为在这段影片的开始时 这只狗狗一直就盯着那个方向 或许此时正有一名不速之客 偷偷地溜进了这户人家的院子里 然而当这段影片即将结束时 这只狗狗在挣脱后 却向着画面的上方逃走了 因此不少观众认为狗狗一定不是为了去攻击某人 从而才变得躁动不安的 大多数观众猜测 此时她一定是发现了某些令她感到害怕的东西 从这段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狗狗在试图挣脱 扇在窗前的铁链时 她甚至出现了失禁的情况 而这也是不少家中 饲养有宠物的观众们 从未见到过的 那么你觉得是什么吓坏了这只狗狗呢 在下方的评论中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2015年7月 秘鲁一家名为RPP的新闻网站 报道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 同年7月5日清晨 住在费城第二家街的Hector Garcia 在自家阳台上 修理电视机的天线时 无意中发现了 这里的天空中 似乎出现了些异样 一朵奇怪的云状物体 漂浮在低空中 在阳光下看起来 它的一些部分还在闪闪发光 可是当时的调查记者 在将这段影片 送往当地的林业部门研究后 排除了它是某种植物续状物的猜测 而且记者在附近街区走访时了解到 也有一名当地的居民 在7月5日清晨时 也见到过这个奇怪的云朵 据当时的目击者描述 它看起来就像是肥皂泡一样 轻飘飘地浮在空中 有时还能看到它翻滚 但它并没有出现破裂成几块的情况 它一直保持着这个形状 缓慢地漂浮在这里 当时这篇报道 引起了许多观众的注意 一位来自瑞典的观众 将这段影片经过技术处理后 发现在这朵奇怪的云朵里 似乎还藏有另一个东西 特别是我们将影片放大后 观察它的内部 似乎还存在有一个更加紧密的内核 这名瑞典的网友解释道 之所以这个内核部分 看起来比较明显 是因为它的温度 要比其他地方要高 这一发现 引起了许多观众 对它的纷纷猜测 有人甚至认为 它可能是某种生物 那么你认为它会是什么 在影片下方 让我们看到你的想法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 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从��什么的 留 eth form 2023年2月时 碧鲁西部的利马省 鲁里干乔乔西卡地区 遭到了暴雨的袭击 连续多日的降雨 导致该地区的大部分 基础设施被毁 而这里的居民们同时也受到了洪水的威胁 同年的2月21日时 碧鲁国家广播电视台也类此次的灾难进行了相关的报道 记者来到了受灾地区走访 此时这里的很多居民也被暂时的迁移到了一些较为安全的场所 紧接着记者带大家来到了当地的一所受灾最为严重的学校内 几天前这里的师生也全都被安全的疏散 因为据当地有关部门勘测 这所老旧的学校的部分建筑很可能有倒塌的风险 然而就在这样一篇看上去似乎与灵异事件毫无关联的报道中 不少观众却从这里面看到了一些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东西 连续军人们也被救了自然的疲惫 连续军人们都在泡沫的水泡沫 连续军人们的城市 这段诡异的镜头是一天前 记者在这所学校后方的一处操场上拍摄到的 据称当时这里的师生们也早就已经被安置在了别的地方 可是正当记者沿着阶梯向上准备离开这里时 相机却在他的身后拍摄到了这样可怕的一幕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体似乎就像是正在向着记者的方向爬去那样 而且它看起来有些像是一个灰色的瘦小人类那般 但是当时这名一边撑着雨伞一边拍摄的记者 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随后这名女记者便走上了阶梯离开了这里 那么这个可怕的生物到底会是什么 而这段出现在新闻影片中的片段 也引起了当地不少人的注意 很多观众认为当时这名记者 一定是拍摄到了某些灵异现象的发生 而对于大家议论纷纷的这段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诡异影片 至今为止秘鲁国家广播电视台 也未对她的观众们做出任何解释